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告诉你大前提是完全二叉数,告诉了你节点总个数,问你夜节点的个数是什么,想要做出来这道题,有很多种办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完全二叉数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是比较重要的,最好是能够记下来,就是在一个完全二叉数之中,它最后一个分支节点,也就是非夜节点的序号是二分之能取底,而这个结论在我们的一个堆排之中, 也是涉及到了的,在堆排,剑堆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完全二叉数之中,从最后一个分支节点,一个一个按照编号往前进行排去的一个过程呀,所以说这个性质是相当重要的,大家把它记下来,然后直接跟着这个性质是不是,套进来公式我们就得到了,编号为384这个节点,它是最后一个分支节点,那么它前面1到384是不是,就都是非夜呀, 那么是不是一共有384个非夜,然后减一下,剩下的是不是就是夜节点啊,就能够做出来这道题,是一个C选项,第二种思路,从前面这个整个的思路,就能够推出来我们的第二个思路,在一个完全二叉数之中,夜节点的个数是比非夜节点多一,或者是二者是相等的,是这么一个关系, 如果你在之前的做题或者是学习中,直接对这个结论掌握了,记住了,你做题,做这道题,直接就能做出来 而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其他的性质来推,这只是由这个条件推出来的一个结论,可以直接得到它 即使你不知道这个直接的条件,通过上面这个性质,或者是度为0,度为1和度为2的节点之间的个数关系,也能够推出来这个 是不是在完全二叉数之中,度为1的一个节点个数是0或者是1啊,那么是不是同样能得出来这个结论 OK,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上面所有的性质,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就是直接要做这道题,你只知道完全二叉数的一个概念如何做 就是直接推出来这棵树,对不对,因为对于一棵完全二叉数而言,你知道它的节点总个数 你实际上就是确定了这棵树的一个总图形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 首先你需要知道一个信息是,对于一个完全二叉数而言,它的最后一层 或者是最后一层往上一层的整棵树是不是就是一棵买二叉数呀 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一部分节点的一个情况 对于一棵买二叉数,它的高度和节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呀 节点个数等于2的h次方整体减1,对不对 如果这个结论你也不知道,也没关系,直接现推就可以等比数列求和 1加2加4一直加到2的h减1次方,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是不是就能够得到你高度为9的满二叉数的一个节点是511啊 为什么我们直接选了高度为9,其实我也是试出来的,试到9为止 它是一个511和这个678是最为接近的 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一个信息是不是 现在上面是满二叉数,高五为9 然后我再算出来一个信息,第九层的一个节点个数是不是2的8次方呀 然后下面我们是不是第10层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10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一共有768个节点 前9层的一个节点总数是不是511 那么剩下的257个节点是不是就在第10层了 然后第10层是不是每两个节点占用第9层的一个节点 然后最后如果是基数是不是一个就单占了一个第9层的节点 OK,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刨去这些被占用掉的第9层的节点 还剩下多少节点在第9层是一个叶子节点的情况 是不是2的8次方是我们第9层本来节点的总数 然后减去一个129 这个129是通过这个257除以2取顶得到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到了第9层 还剩下靠右的127个节点 没有被第10层的节点占据 然后第10层本身是有257个节点的,对不对 那么得出来一个节点总数是不是二者加起来 384和上面得到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 你看,如果你上面一个结论都不知道 下面这样做是不是相当繁琐呀 所以说,第一个性质尤为重要 一定要掌握好